中央九个早黑除恶都岛组全部到外,分负山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的九个中央都岛组,组长均由政省部级领导各部担任, 副组长由全国早黑诸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复盛部级领导干部担任,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8月28日至9月1日,九个独岛组先后召开动员大会,并公布了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山西中央第二独岛组组长,李学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将出社员省长副组长,市郡杰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副局长,副局职进驻时间,2018年8月31日至9月29日,举报电话,03513805051,3805052,3805053。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20点举报信箱,山西省太阳市1809邮政邮箱9月1日,中央扫黑除了第二独岛组组到山西省工作动员会在山西省太阳市召开,第二独岛组组长李学勇,中央扫黑除了第二独岛组这次进驻山西省, 重点是围绕政治站位,业法严惩,综合治理,生亡彻查,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等都要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制造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编度变改,用更强的政治担当,科学的方法机制,鲜明的问题导向,严明的问责机制,深厚的群众基础,共同推动山西省嫂黑除了专项,成, 重点是围绕政治站位,以法严惩,综合治理,身亡彻查,基层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都到四川上,在扫黑除了专项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四川整个集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扫黑除了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中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全力支持配合中央的导组组组,动真朋友抓好问题整改落实,据一法三,标本监制,把扫黑除了专项斗争和平安四川建设以向深入,为推动智术新川,在上新台阶,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央扫黑除了专项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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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从2018年7月份开始,共俗之三轮,每轮督导十个左右的省区市,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并适时开展回头看,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 山西省委书记骆冠宁,全是要深入贯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这次督导为重要契机,不断增强深入推进紫黑除了专项斗争,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按照省委时刻进一步的要求, 求深入,扩散过,罢铁案,强宗制,除隐化,主动接受中央督导组的检查和指导,全力做好各项配合保障工作,做到编读编改,例行例改,推动草黑除恶专项斗争向作深发展,为在三年内夺取草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奠定扎实基础,辽宁中央第三独岛组组长, 谣分科19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西省政协主席副组长,张苏军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法部员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部会长进驻时间, 8月28日至9月27日举报电话,02488559014,88559015,88559016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辽宁省沈阳市A6001信箱 8月2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三独岛组进驻辽宁并教开工作动员会,正式启动对辽宁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独岛工作,第三独岛组组长姚森科, 兜岛组一定拐着对党中央高度负责,对辽宁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重点为叫政治站位,以把严惩,总和治理,身旁车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等六方,免开展工作,把督岛的作用和效果, 体现,在助推辽宁政治生态,的进一步修复进化上,体现在民生民安的进一步改善提升上,体现在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成效的进一步增强上, 辽宁省委书记陈秋发,辽宁将坚决贯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做好中央督导工作, 坚决打好扫黑,逐恶专项斗争攻接战,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实落地,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赚一份满一达卷, 福建中央第四楼岛组组长,之处平时三届中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制建总局局长副组长, 甘连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进驻时间,2018年8月28日至9月23日举报电话,0591-86213-170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福建省福州市邮政信箱,A30218月2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四都岛组, 独岛福建省工作动员会在福州召开,第四都岛组组长之处平,中央扫黑除恶第四都岛组这次进驻福建省, 重点是围绕政治站位,业法言成,综合治理,深挖彻查,主治建设和组织引导等重点, 独岛福建省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短反,坚持编读编改,确保达准导很, 除恶务进,共同推动福建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宣发展,福建省委书记与委国, 要认真贯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前职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力配合好独岛各项工作,狠壮整改落实,深化平安建设,坚持立行立改, 据一反三,确保独岛工作顺利推进,取得时效, 山东中央第五独岛组组长沈德勇之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员当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副组长,成平女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委员,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进驻时间,8月30日至9月29日举报电话,053182980066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济南邮政DA1013信箱举报电子邮箱, CYSHCDDJBAT126.COM8月31日,中央散黑除了第五独岛组独岛工作动员会在济南召开, 第五独岛组长沈德勇,为推动全省面上专项斗丁工作的开展, 都到开始后,要求全省范围内市纪以下逐级进行约谈和自我评估, 市委书记约谈县市区委书记,县书记约谈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党委书记约谈村支部书记和派出所所长, 被约谈人要对所在地区扫黑出恶形势和效果进行自我评估并签字, 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使责任, 真正使独岛过程成为推荐工作,深化斗争, 举信于民的过程,山东省委书记刘嘉义, 开展扫黑出恶专项斗中独岛工作, 市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观测, 习建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提升政治障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兼职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主动接受独岛检查, 全力保障独岛工作顺利开展, 雷厉风行抓好整改落实,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做深发展, 确保独岛工作顺利推进,取得时效。 河南中央第六独岛组组长, 盛茂连天津市政协主席副组长, 王春风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进驻时间, 8月28月到9月27日, 举报电话, 037-65603-933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得到20点举报信箱, 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8月29日, 中央扫黑除了第六独岛组督导和南省工作动员会在郑州召开, 第六独岛组组长盛茂林, 重点是围绕政治站位, 业法严惩, 综合治理, 深挖彻查, 主治建设和主治领导等督导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 发现问题, 制造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编读编改, 共同推动河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 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忠心的发展思想,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河南省委书记王国商, 中央第六独岛组岛组岛开展专项斗争督导岛, 是对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情况, 的一次政治体检, 是对我们践行与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次深刻检阅, 是我们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的一次重大契机, 河南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兼并落实两个维护, 全力配合好独岛各项工作, 以更加饱满的斗志, 更加精准的举措, 更加过瘾的作风, 在骨干进, 乘胜前进,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场硬仗, 向党中央和全胜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却, 湖北中央第七独岛组组长, 王伟光三届成国政协常委,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副组长, 霓虹住房城乡店社部副部长进驻时间, 8月31日到9月29日举报电话, 02788510, 838受力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 武汉市A77830邮箱8月31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七独岛组都党湖北省工作动员会在武汉召开, 第七独岛组组长王美光, 党中央部署开展散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湖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 科学谋化, 精心组织, 中匿部署, 坚持依靠群众, 摸牌和严惩为一批黑恶犯罪行为, 审邦出了一批黑恶势力, 背后的关系网, 保护散, 他希望湖北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有关部门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 持续发力, 搞好衔接, 协同作战, 加强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 构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集中控管的工作格局,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都到工作室党中央, 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要高度重视, 专考落实, 蒋超良要求, 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坚持贯录势,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自确把接受督导作为践行四个意识, 两个坚持维护的重要检验, 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实践, 作为补书记国盛扫黑除恶短板重要机遇, 切实增强接受督导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全力支持配合, 实施求是汇报, 严守工作纪律, 主动接受监督, 切实力行力改, 全面落实中央督导组的督导意见,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广东中央第八督导组组长, 吴玉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副组长, 马瑞明中央组织部, 原副部集群是专员进驻时间, 9月1日至9月30日举报电话, 02-8710-85990-8718-5991-8718-5992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 广州市909信箱9月1日, 中央扫黑除了第八督导组组到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在广州召开, 第八督导组组长吴玉良, 重点是围绕政治站位, 业法严惩, 综合治理, 深挖彻查, 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等都到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 发现问题, 制造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连读变改, 共同推动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 广东整个集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忠心的发展思想,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贯彻落实大中央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兼职维护, 全力支持配合中央督导组开展工作, 严格遵守纪律要求, 实施求是反应情况, 主动自觉接受监督, 对督导组发现的问题力行力改, 真改实改,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上, 重庆中央第九督导组组长, 邱学强十九届中央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员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副组长, 张立奈蒙古自治区员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进驻时间, 8月29日至9月28日举报电话, 02383090110受以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 A6013号专用信箱8月29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九督导组, 都到重庆市工作动员会召开, 第九督导组组长邱学强, 督导组要认真学习贯测, 习近平组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增强资格意识, 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大中央, 成为了政治高度, 深刻认识早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深刻认识都到工作, 在推荐专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寄信协力做好督导工作, 以独倒压实政治责任, 回应群众, 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坚决度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重要只是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提高政治障碍, 强化政治担当, 落实政治责任,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场硬仗, 坚决肃清孙政材恶劣影响和薄熙来, 王立军流度, 以实感实际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 高标准也要求配合中央独岛组开展工作, 加强阻职领导, 坚持编读编编改, 立行立改, 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引向深入, 四川中央第十独岛组组长, 汉用陕西省政协主席副组长, 将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进驻时间, 8月28月到9月28月举报电话, 02887306801, 87306802, 87306803, 87306804, 87306805, 这里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点到20点举报信箱, 成都CA110号邮政信箱, 8月29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十独岛组, 督导四川省工作动员会在成都召开, 第十独岛组组长韩勇, 中央扫黑除恶第十独岛组, 这次进驻四川, 台客上司通驳下, 地位全部听到便宜, insbesondereDMI数据 115毫早、